各位十方法界 我也是各位大德 各位法师 各位信众阿弥陀佛 我是四眼级法师 那么当然今天有这个因缘 来跟大家谈谈佛法 那么也就是首先呢 我们要从这个 眼级法师的学佛历程呢 来跟各位稍微做一个解说 那么当然 师父呢 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那么做了一个梦 也就是说呢 当然在人生的一个瓶颈 那么做了一个梦 那么这个梦中呢 有一个老和尚 来带着师父呢 牵着师父的手 要去山上玩 那老和尚呢 也没讲什么 老和尚呢 只在桌上拿了一本书 画了一个圈圈 那么上面呢 有一个空白 也不知道什么字 那老和尚就走了 那么后来 师父呢 由于辗转 来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 也就是 找到了 也见到了这个师父 那么这个师父呢 由于提倡金刚经 也就是说 这个梦中的师父 给师父的是 金刚经第二十八章 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 的这个人字 那么也在于呢 师父在 他的身边当中呢 在大辽 也就是我们 世俗称的厨房 那么来尽心的 一个付出 那么随着 年纪的一个增长 后来又辗转的 师父呢 下山 那么到 外面 来学习 教育 当然 后来又辗转进入 跟了 另一位老和尚 那老和尚呢 很谦虚 也很用力的 来帮忙 师父呢 做一个传承跟教导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 师父学习 盲目的 一个人 学习 东奔西跑 四处碰壁 那么到最后 我们 了解到了 佛法 他是要自己用功的 也就是说 当师父 由于念佛的法门 得到 然后找到了 这一个 主云老和尚的 念佛法门 而得到了相应 主云老和尚的 念佛法门 重要就是 大声念佛 见大佛 那么 师父呢 在 主云老和尚的 念佛会当中呢 得到了 相当的一个感应 在四十九天当中呢 师父是泪流满面 哭泣 在每一个 佛身当中呢 尽力的 融入到 这个佛身当中 后来呢 从西方三圣 打下了电波 全场的人都电到了 嚎啕大哭 每天晚上呢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飞蛾 雾满了整个 念佛堂 七点的这支箱呢 一定要拿着扫帚呢 把这些飞蛾扫走 那么当然 我们是怀着 戒胜恐惧的心情 在学习念佛法 到最后一天 有个小朋友 五岁 拉着师父的手 师伯 师伯 你到外面来一下 我说要干嘛呢 当师父走到外面的时候 他说这些人要跟你说谢谢 我们眼中看到了 没有一个人 在此时此地当中 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感应 是由于我们的虔诚心 去年 师父在草屯做华会 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众生来叫师父 师父是害怕的要命 因为师父也没有什么修行 师父只跟这些众生讲 不要吓师父 师父没什么修行 师父该施食给你们的 该跟你们皈依的 师父明天会来完成 今年 由于这样的一个因缘 每个月我都去做 也由于这个因缘 造就 我每个月 从今年度开始 每个礼拜都在做 也就是说 众生成就我 我成就众生 那么当然我们在念佛的 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是佛心 我们怀抱的是 菩提心与众生相应 所以主云老和尚的 念佛法门 与我的相应度相当的高 那么也由于 夏淫光玄寺 玄空老和尚 在去年到山上来 显化 造就师父到夏淫光玄寺 接住持 我抬头一看 原来 这个寺院是 主云老和尚的法门 也就是我们 明明之中 已经有这个相应度 从24岁到师父 今年50岁 这当中 在佛门里面的学习 在社会的学习 造就了师父 今天能领导 这么多的大众 来面对未来的世纪 当然 我们即将要面临新的 一个活教环境 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 我们必须 要随时保持 阿弥陀佛 在五年前 师父 也跟着唯物法师 环导 在地藏菩萨圣号当中 三步一拜 环导 当时师父只拜到 鹿野院 鹿野乡 后面因缘 师父不具足 但是呢 在师父24岁的时候 就许下一个心愿 要完完全全的 环导 一次 所以师父呢 即将 也要来 独自一人 环导全神 这些功德 就是要布施给众生 不管过去 我们做了什么不好 我们都愿意 把这些功德 布施给众生 布施给你 布施给大众 最主要 我们的心 是菩提心 是众生心 是念佛心 是肯切心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么后来 师父到华泛佛学院 华泛佛学系 读了五年 四年 也在这当中 学习了 在莲华学佛院 学习的佛法 陈萌修持园长办的 这个莲华佛学研究所 硕博士班 也学习的相当多 也在这当中 了解到 佛法如何跟社会相应 也在法范大学的这个阶段 师父 到台大学习 安宁病房的一个照顾药领 那么当然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这四个月当中 我们每天 跟这些病人相处 他们就如同我们的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儿子 女儿 一般 我们如同用 家属的同理心 来照顾他们 当然 人生 是必须不断的学习 你必须走过这一段路 你才能了解 众生的苦难 众生的苦难 是 由于自己所造作而来 是没有错 但是当他承受果报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帮助他 而不起恶念 这是相当重要的 师父在24岁的一个梦境 那么带动师父学习 学习佛法的契机 直到这几年当中 师父才去受戒 才到尼泊尔 朝圣 也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感应 我们时常 心中怀抱着 如何才是 释迦摩尼佛当年 所告诉我们的呢 如今是一个全球化 世界化的世界 任何宗教 都要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环境的一个陪衬 当然 我们必须 了解到 佛法的真谛是什么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是诸佛教 佛法 是这样的一个简单 但是所延伸出来的是 贪嗔痴所造的 报应 在你做善事的同时 你的心中有恶念 你就会受恶报 但是呢 你做坏事的 同时 你如果 是为了利益大众 恶业的果报 是要受的 但是呢 因为你有 抱持的利益大众的心 你这个菩提心 利他心 就有可能 让你 有一点点的福报 善缘 佛法 它是心的作用 也就是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一点就是 你的起心动念 决定了 你的果报 你的起心动念 决定了你的行为 当然 如果 成功可以用做善事来成功的话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要做恶人 好人 坏人 如何来分辨 我们也必须要很清楚 不是对你好的人 对你 热心的人 他就是好 也不是这样 所以 当然 你要了解到 新的一个作用 来造就你 学佛的一个因缘 所以很多 道教徒 来问师父说 师父啊 我吃车啊 跟他一起来学会 当然 这是你一个 学佛的一个 出击 一个过程 那么当然 如果你要说 啊 南船他脱脖也吃荤 那是因为环境的因素 藏船呢 高山上也是环境的因素 但是随着时间呢 高山上也是可以种植物 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现代化的进步 一切都在改观 忧郁症 安孕 安乐死 也是即将我们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 我们如何来看待 这一个问题 忧郁症是由于内心的一个 不平静 来产生心理的恐慌 当你的心里有恐慌 最主要是要安定的力量 持咒是可以的 念佛是可以的 当然 当事人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 回向给当事人 安乐死 安乐死在进来这几年 全世界 由于疾病的严重 探讨到这几年 探讨到这一个问题 那么 当然 安乐死 安乐死在法令上 如果他认同同意的时候 但是呢 在因果上 我们看待的是自杀 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他有可能不是呢 当然 如果 想安乐死的人 能在他临终之前 跟师父谈谈 也许透过学习 他的心是放下的 他就不会想安乐死 所以这个沟通的工作 就很重要 当然 我们 讨论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每一个师父 都有他人生的历程跟历练 那么当然 我们要如何融入 信众的心 病人的心 它是一个关键 就如同安宁病房的 医生一样 他要融入病人 他要跟病人 能打交道 他才能了解 每一个病人 内心深处的问题 来解决他的问题 来帮助他 放下人生 最后的念头 没有遗憾的 移开人间 那么 也就是说 安乐死的人 也许 在透过我们的帮助之后 他能放下 想死的念头 而来利益众生 而来 安乐的死亡 而不用医药 自然的死亡 所以 在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 要很清楚的了解 这些都是过程 我们最后 的方向 一定要到达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修行 在每一步当中 走路当中 都是阿弥陀佛 心中都是念 阿弥陀佛 所做的都是 阿弥陀佛 帮助众人之事 一切的人事物 财力 物力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如何能让你在短时间内 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唯有透过 大声的念佛 你的毛细孔 会全部打开 能 让你的病症 也能打开 诚心的跟 冤亲 债主 道歉 诚心的 领导的 冤亲 债主 拜佛 这都是 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个 诀窍 当然 每一个人都 向往成功 也就是 世俗 跟世间 似乎世间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师父 简单的比喻 观其不与真君子 两个人在下棋 我们在看的人 就是没有讲话 就是 点点看 一样 佛法 他就是 要忌讳 不要攀缘 最后 师父 遇到了 第一位师父之后 后来有机会 回到山里 我的师父 只跟我讲了四个字 我今天也送给大家 甘心受报 后来 在座物当中 师父得到了一个境界 恩师呢 又送师父两个字 我今天也送给大家 细心 当年要下山之前 了一长老 跟师父讲了一句话 执心 即是 道场 好好 思维 在这样的二三十年的经历当中 我们心中 有相当多的一个苦闷 但是呢 我们对佛法是相当的一个坚信 我们一定能走过来 就如同 安宁病人一样 一生 快快乐乐 吃喝嫖赌 犯了这么多的错 如果 得到了大肠癌 膀胱癌 子宫癌 如何 放下 得到感应 如何 在脑癌 所以啊 我们必须很清楚 那么当然 我们忠心希望 各位在学佛的心态要正确 最近 有人来问师父一件事 师父 我有户债 能不能出家 基本上 有户债 是不能出家 但是呢 你有要还人家的心念 你可以先出家 因为累劫 他会来讨报的 你的心 要报此的 要还人家 这是 我们告诉各位的 一个体会度的一个重点 如何 用你的心念 来 努力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 每一个人都不是平静的 如何 透过念佛 来平衡你的心 那么当然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总是 很虔诚的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叶 来做一个教学 教学 交流 学习 也就是说 我们所面临的 各各样的一个问题 都是我们即将 人生要勇于面对的 但是 我们 从不逃避 果报 还是要自受 并不因为 你的身份 而有所差别 当然 我们的心 是为众生 为佛教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 感受到 佛法对我们的大爱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爱 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大爱 慈悲 最后 无声罚 无声忍 无我得一切忍 也就是说 当人家打你一巴掌 就如同基督讲的 打你的右脸 你要生你的左脸 给他再打一下 他的气才会消 在佛法上 也是这样的道理 忍 忍到没有感觉 很自然的 随着阿弥陀佛的 念佛声而去 任何人的起心动念 跟你都没有关系 惹你生气 你也能放下 当然 我们最后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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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